孙悟空的师父叫什么? 孙悟空有两位师父 第一任师父叫菩提老祖 第二任师父叫唐僧 孙悟空是中国著名的神话人物之一 出自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孙悟空是由开天辟地而来的先时孕育而生 带领群猴进入水帘洞而成为众猴之王 其生性聪明、活泼、仗义、极恶如仇 精通七十二变、法力高强、善使法宝金箍棒 后来护送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被封为斗战圣佛 如意金箍棒是孙悟空所使用的兵器 书中说原是太上老君冶炼的神铁 后被大禹借走治水 治水后一下的定海神针铁 放在东海 金箍棒两头是两个金箍 中间是一段污铁 锦埃箍有写成的一行字 如意金箍棒13500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